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赵台书 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了要播出我是杨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上周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的最新中文译本 原来的书是由Michael Ignatius 用英文所写成的 英文书名叫做On Consolation 中文书名翻译成为 生命是一场寻求慰藉的旅程 而Michael Ignatius 他也有一个中文的名字 叫做叶里廷 这本书要探讨Consolation 慰藉 在序言当中 Ignatif 叶里廷 他这样告诉我们 什么是慰藉 慰藉的对立面是屈服 我们可能屈服于死亡 但没有从中 寻得慰藉和意义 我们或许坦然接受了 悲惨的命运 但不像命运屈服 事实上 人跟命运的搏斗 以及这场战斗 对他人的鼓舞 就可以替我们带来慰藉 屈服于生命 就是放弃 放弃还能翻转的希望 相反的 跟生命和解 是对未来保有希望 你要能够跟生命和解 我们必须要先跟 失去挫折 失败讲和 而寻求慰藉 就是接受这些失去 接受他们在我们身上 所留下的痕迹 相信无论如何 他们都不必然会破坏 我们的未来 以及摧毁我们 未来其他的机会 所以慰藉的前提条件 是希望 相信自己一定能够从 失去挫败和绝望当中复原 不论人生还有多少的时间 再怎么短暂 依然有可能 从头开始 当然也有可能 还会再失败 但正如同 Samuel Beckett他所说的 就算失败 也会比上次来的进步 这股希望 使我们即使遭遇到困恶 我们也不会 向命运低头 寻求慰藉 不只是想要让自己 感觉良好 面对重大失去 会让我们怀疑存在的意义 时间无情地向前 或许我们可以期望未来 但我们没办法抹杀过去 逆境也让我们发现 生命当然是不公平的 政治的大网 铺垫盖地 个人的世界 却如此的渺小 正义可能 遥不可及 而能够寻得慰藉 就是能够找到 和世界秩序和平相处的方法 同时又不放弃 对于正义的期望 最终也是最困难的事 失去跟失败 逼得我们不得不面对 自己的局限 这是慰藉 最难突破的地方 面对失败 我们很容易就躲进到自己的幻想里 但幻想里 不会有真正的慰藉 我们必须要像哈维尔所说的 活在真相当中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他说 这本书是人物群像 按照历史的时间 每一章写一个 在决定当中 利用自身成绩的传统 来寻求慰藉的人 我们会看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挣扎奋斗当中学习 并且得到希望 在他所选的这些人物群像当中 有些什么样的人呢 例如说 有很多人知道 也很容易有共鸣的 那就是音乐家 Gustab Mahler 马勒 关于马勒 他是这样写的 1804年在威远纳 23岁的钢琴家 Eltman 他经历了丧死之痛 他三岁的独子 生病没有多久之后 过世了 之后 Eltman 作为母亲 他就陷入了严重的忧郁 前去探望的朋友 试着安慰他 完全没有用 Eltman 他出身 名门望族 两年之前 他才跟他的丈夫 还有那个时候 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来到了维也纳 并且在私人的沙龙里 演奏而结识了贝多芬 所以这个时候 听说他的不幸 贝多芬去拜访 Eltman 并且在钢琴前面坐下来 根据孟德尔颂 事后的描述 那个时候贝多芬说 来 我们用音乐的语言交谈 所以贝多芬就在钢琴前面 极其演奏了一个小时 在这一段期间 Eltman 第一次 在独子去世之后 流下泪水 演奏结束 贝多芬起身 他只是拍拍Eltman的手 一句话都没说 就走了 但不久 Eltman就在一封信上 写下自己的感受 他说 谁能描述那音乐 我相信自己听到的是 天使的合奏 迎接我可怜的孩子 迎入了光辉的世界 几千年来 宗教音乐抚慰了 悲伤痛苦的男男女女 赞美诗 圣歌 神剧 弥杀 都包括在内 然而在这里 一个完全世俗的场合 一个人 一个作曲家 一个钢琴家 他的即兴钢琴演奏 就取代了过去 由宗教音乐和仪式 所扮演的角色 两位音乐家 借由音乐的语言 而不是圣经的文字 召唤出了一个光辉的世界 经由孟德尔颂 以及十九世纪 浪漫乐派作曲家的传颂 这个故事 开始被用来弘扬 音乐在人世的 一种新的目的 贝多芬之后的音乐家 都必须要追随 贝多芬赋予音乐的 这个雄大的野心 尤其是在已经脱离 天堂许诺的 世俗城市当中 音乐的改造工程 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 韩德尔的弥撒亚 以先知 以赛亚转述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子民的 高亢的歌声 拉开序幕 传达的是基督教的慰藉 1744年 弥撒亚演出的时候 不是在教堂 而是在都柏林的剧院 为退休的音乐家 跟歌手所举办的 慈善音乐会 所以才会有 国王参与 这场音乐会 但是站起来 因此留下了 非常重要的记录 另外 莫扎特的《安魂曲》 这是他生平最后一首 重要的作品 写成于他去世的那一年 1791年 到他死的时候 都没有完成 第一次演出 是为莫扎特的妻子 所举办的慈善音乐会 继贝多芬之后 我们看到 Verdi 以及Brams 他们都写过 安魂曲 都是用来表达 世俗的伤痛 而且是在音乐厅 不是在教堂演奏的 Brams所写的 叫做 Deutsch Requiem 德文安魂曲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凸显德文呢 因为歌词 是用德文写的 为什么要特别用 德文写 安魂曲的歌词呢 因为他要安慰的 是他的母亲的灵魂 他认为 透过德文 也就是他母亲的语言 更能够安慰 母亲已经离去的灵魂 Verdi的安魂曲 则是为了要哀悼 失去朋友 以及文豪作家 叫做Montzani 德伯扎特 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所以他跟宗教的距离 比Brams要来得接近 德伯扎特 在1876年 他完成了圣母吊歌 这是天主教的一个固定的仪式 称之为叫做Spotamata 哀悼的是德伯扎克他自己的两个去世的儿子 另外在帕西法尔的这处歌剧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华格纳 华格纳他完全不顾传统宗教的形式 把受苦跟救赎的基督教的故事改变成为壮阔的现代场景 表演的地点当然也不是教堂 不是宗教的场所 在哪里呢 在拜鲁特的音乐厅 而拜鲁特的音乐厅是华格纳自己设计自己经营的 尼采曾经是华格纳的追随者 仰慕者 但是呢 帕西法尔引起了尼采非常深刻的反感 他甚至生气的指 华格纳把基督教用来安慰人的语言 放进到音乐 那就是屈服于尼采认定他所看到他以为的 基督教的奴隶道德 还有基督教对于人类痛苦的不满 和无可奈何 尼采曾经说 唯一值得尊敬的慰藉 是什么 当然这是尼采的勇者 是他的查拉都斯去拉的那样的一种 超越的精神跟灵魂 他说 唯一值得尊敬的慰藉 是相信人不可能得到慰藉 继承音乐跟慰藉之间的辩论 并且予以翻转的 有一个犹太人 他的老家 在捷克摩拉乌亚区的一个小镇 叫做伊赫拉瓦 他的家里是开绿色的 他的父亲暴躁强势 母亲个性软弱 一直不断在怀孕生产 而且被他的父亲欺压 所以15岁的时候 他就逃离 那个可怕的家庭的环境 到维也纳学音乐 去闯天下 来到维也纳 也就是奥匈帝国的首都之后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 Gustav Mahler 马勒就把一个外来者 彻底的外来者 又是乡下人 又是犹太人 来自于一个高压家庭的穷小子 他的所有的精神 精力跟他的野心 都投入在音乐当中 另外他也把这样一份逃离的渴望 融入他这一代人 承袭至前人的 宏大音乐的野心当中 马勒从他的诞生 他的童年 他最早的成长的经验当中 就受到了各种不同的痛苦 各种不同的挫折 也受到了反反复复死亡的威胁 所以马勒的音乐跟慰藉 就有了最密切的关系 因此Ignatif 叶里婷 他就把马勒的故事 写进到他的这本书 《生命是一场寻求未见的旅程》当中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谈书 也就是叶里婷 这是他的中文名字 缩写的《生命是一场寻求未见的旅程》 我们继续借由叶里婷的文字 来了解马勒的音乐 跟寻求未见之间的关系 马勒和华格纳一样 相信音乐应该试图为 活在诸神已死的时代的人们 提供生命的意义 马勒和华格纳 两个人都次力于发展出一种 能够创造超越崇高经验的音乐的形式 马勒曾经告诉一个 他的朋友说 音乐应该永远含有一股渴望 一股对于超越世上万物的渴望 也跟华格纳一样 马勒甚至要求自己的音乐 必须要能够回答 在圣经约伯书里 约伯的呐喊 那样一个古老的问题 马勒在一封信上说 你活着是为了什么 痛苦是为了什么 难道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笑话吗 如果要继续活下去 我们非得回答这些问题不可 马勒把对于形而上慰藉的渴望 跟一种奇特的现实主义结合 他补出的音乐 召唤出他黑暗童年 既鲜明又零散的记忆片段 他的第一号家想曲Titan 在维也纳演出的时候 听众听到活泼轻快的儿歌 被乡下乐团那种 一飞冲天的号角声切断的时候 都一脸困惑 日后观众才知道 那是马勒他自己童年场景的在线 当年他的一个弟弟的棺材 被人抬着 经过父亲经营的旅舍门口的时候 那种由内而外发出的尖锐 又无情的凄厉的声音 马勒一共有八个兄弟姐妹夭折 年纪最小而且崇拜马勒的弟弟叫Ernst 在1875年春天生病的时候 马勒会特别编故事来转移 弟弟生病的时候痛苦的注意力 Ernst死了之后 马勒离开了他的家乡伊赫拉瓦 后来除了父亲过世的时候 他到父亲的墓前去念诵祈祷文之外 他再也没回到他的家乡 他的脑中保有五六岁的时候的记忆 他从家里经营的旅舍冲出来 逃离父亲的吼叫 还有母亲的眼泪 结果就跟在街上表演 威恩娜民谣的风情手 撞个正早 1910年8月 他把他的这一幕描述给谁呢 给开创精神分析这门学问的佛罗伊德厅 所以两个人那个时候呢 一起沿着Lighton的运河在散步 马勒那个时候 请佛罗伊德为他的婚姻危机 能够指点明经 他告诉佛罗伊德 回想起童年的这一幕 他才明白自己作曲的时候 为什么忍不住要用不协调又刺耳 那种轻快的音符 来打断深切悲伤的段落 他好像阻止不了风情手 或者是童年的乡下乐团 闯进来 进到演奏厅里 他跟佛罗伊德说 这就是为什么威恩娜听众 一直都不喜欢他的音乐 日后的听众 才听出了他音乐创新的地方 马勒是把他非常私密 而且个人的冲动 跟那个伟大崇高的宗教的野心 结合在一起 放进在他的音乐里 马勒在1890年代晚期 所写的第二号讲曲 也就是《复活》 里面再现了 马勒他不断经历的 绝望跟复原的过程 所以叫做 Reseleration 复活 这首曲子音乐鞭齿庞大 引发的冲击 却如此的私密个人 马勒把音乐跟文字结合 并且融入交响乐的形式 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用管弦乐团的戏剧化张力 来呈现人生的单一的强度 他自己谱写女中英的歌词 表达内心想要相信自己 跟自己所选择的志业 这中间的反复的挣扎 这段歌词说 要相信啊 你的诞生绝非枉然 你的生命跟磨难 绝非枉然 为了要表达 内心深处的增长 马勒的音乐自律改造 来表达狂喜崇敬 和慰藉 以这样的一种 古老宗教音乐形式 为如今 把生命经验作为 内心剧场的听众 来进行服务 马勒的音乐 保留了宗教的野心 不过他对宗教教条的看法 尤其是基督教对天堂的想象 却带有冷嘲热讽的意味 毕竟他是一个现代的犹太人 他也没办法忽略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因为犹太人长期以来 都没有办法在 维也纳的文化生活里 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了要保住 他在维也纳歌剧院总监的职位 马勒不得不公开改信天主教 但这只是他的职业手段 从来都不是真心的叛医 身为犹太人 被孤立被排挤的感觉 对马勒来说 也从来没有消失过 马勒对于基督教天堂 琢磨最多的 是他的第四号交响曲 1901年的夏天 他在奥地利卡林西亚邦的湖边 突然之间得到了灵感 在狂喜的状态底下 铺成了这首乐曲 在最后的乐章当中 他为天国的生活加上音乐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那是一首他最喜欢的 传统民间诗选 叫做《少年魔法号角》当中 他所找到的诗 这本诗选 是早在1809年的时候汇编的 那诗里面所描写的天国生活 仿佛直接移植了画家 Brukel笔下的天堂 透过农家小孩天真好奇的目光 呈现了一个开心雀跃 但另外一面 残忍血腥 却又若无其事的故事 因为在诗里面就描写 天国的圣徒宰杀小羊 以供获救灵魂享用的过程 约翰把小羊放出来 土夫西律 埋伏一带 我们把一只乖巧 无辜又可爱的小羊猝使 圣路家宰了牛 不做二想 也毫无不妥 在天国的酒窍里 美酒不花一毛钱 天使负责 烘烤 面包 对这样一段歌词 马勒就配了 古迹而且温柔的音乐 来传达农家丰饶的美景 并且对照 圣徒雀跃的宰杀动物的 这中间的干戈不如 音乐终止在夏日的宁静午后 越来越细微 直到最后结束 清楚地表明 这幅天堂的田园美景 哎呀 只是幻想 存在于另一个时间 不是真实的 不是现实 我们能够去到的 如果作者笔下的农家男孩 想象的天堂 遥不可及 人类能够渴望的天堂 只有在人间 在某一个 夏日午后的短暂时刻 那么他那个时代的男男女女 他的听众们 要如何面对 生离死别呢 毕竟过去的人 都是靠天堂的许诺 来平复这种打击的 宗教音乐跟宗教艺术的 慰藉语言赋予了悲伤圣母 特别的地位 比较少人描述悲伤的父亲 或者是兄弟 但马勒却对这个主题 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在1901年到1904年当中 马勒根据德国年轻教授 叫做Frederick Lecker 他在70年前 痛彻心肺写下的 调亡儿诗 火了五首 结合男生和 管弦乐的歌 马勒当时的未婚妻 Elma 认为 马勒选择这样的主题 太过于危险了 不过 这是马勒 再熟悉不过的领域 把如此情绪饱满的内容 导入到曲视里 马勒得以施展 自己拿手的 德国艺术歌曲 利用音乐的快慢节奏 赋予了文字本身 或许无法传达的 情感的张力 这用在 Luke的诗里面 尤其明显 因为诗人 透过诗句表达的悲伤 令人动容 马勒从 西白首诗当中 跳出了五首 按照叙述的 顺序来排列 呈现他想象当中 一个父亲 从 不可置信 到悲痛欲绝 到遗憾 到最后 接受的过程 这第四首歌 就从 不敢置信开始 诗句说的是 我常想 他们只是出门去了 随时都会回家 风和日丽 不用惊慌 他们只是 出外散步去了 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马勒把狂烂的情绪 放入到音乐当中 哀悼王儿的父亲 内疚不已 但他知道 这样也救不回孩子 诗句里说 这种天气 这样的狂风暴雨 我不应该让小孩出门 我担心他们可能 活不过明天 如今 担心也无用 这种天气 这样的狂风暴雨 最后一首歌 从激动不安开始 但事实以 祥和平静结束 马勒透过最后 几小节传达 父亲终于 接受恶号 相信自己的孩子 已经安息 相信他们 能够放下 悲伤的过程 越深 越来越弱 最后静止在 这样的诗句 他们仿佛在 母亲家中安息 不再为 暴风雨害怕 上帝伸手 为他们庇护 他们安息 仿佛在 母亲家中安息 无论是 Luke的原诗 或者是 马勒的改写 都看不出 孩子已经安全 抵达基督教的天堂 只有音乐 轻轻柔柔 褪去的旋律 如同有人 曾经形容过的 就像 母亲的手 轻扶着 孩子的头 这就是 文字跟音乐 结合在一起 在 马勒的作品当中 所呈现的 抚慰的力量 生命就是一场 寻求抚慰的旅程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会失去 我们会遭到挫折 但是我们 到哪里去 寻求慰藉呢 叶里廷 所写的这本书 就为大家 指出了 其中的 一个方向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的终于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平准